都说吃菠菜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但是小孩子如果不喜欢的话怎么办呢 今天就来分享一个非常有用的做法 烧一锅开水,水开之后加入一点食用油 下入清洗好的菠菜 烫大概两分钟左右 去掉菠菜里面的草酸 然后将菠菜给夹出来 丢进料理机里面 加入一点清水 盖上 直接用点动键将它打成汁 打好的菠菜汁过滤一下 过滤出165克的菠菜汁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颗的食用碱 用勺子搅拌一下将它化开 准备300克的普通面粉 加入3克的酵母 一小勺白糖 然后用筷子边搅拌 边粘入菠菜汁 搅拌成这种大的棉絮状 然后往里面加入一块猪油 大概有15克 没有猪油也可以不用加 但是加了猪油 做出来的面食会更加的光滑 将它揉成面团 然后移到案板上面 用手掌来回的揉搓 大概需要5-6分钟左右 揉至面团变得非常非常的光滑 然后将它搓一下 搓成长条 再用刀将它切成小剂子 取一个小剂子 像揉馒头一样 将它揉均匀 然后将底部收一下 放在案板上面滚圆 滚圆之后 再将它搓成长条 像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做好 盖上保鲜膜 防止风干 取一个面剂 放在案板上面 用手掌轻轻地按扁 然后用擀面杖 上下的推开 推成一个长条形 然后用刀将它分成三份 顶部不要切断 将每一份给打开 然后用边边子一样的手法 将它边起来 永远是最底下一条 压在最上面 收口的时候 按扁 然后翻一面 从一头卷起来 卷好之后 将尾部撑长压在底下 将一朵玫瑰花就做好了 另外一种 将面剂稍微搓一下 撒上一点点干面粉 然后分成四份 将每一份都用擀面杖 将它擀薄一点 擀成这种圆饼就可以了 四个为主 用筷子在中间压一下 然后对折 再用筷子在中间压一下 然后将它竖起来 两手捏着两个脚 用筷子在中心往下轻轻地压一下 这样一个爱心就做好了 依次将所有的花卷给做好 摆在蒸笼上面 有垫子的垫上垫子 没有垫子刷上一层薄油 盖上盖子发酵 放在温暖的地方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 发酵好的馒头 非常的松软 摸起来是轻飘飘的 水开之后上笼 盖上盖子 大火蒸15分钟 关火之后 焖两分钟再开盖 这样我们的爱心玫瑰花卷就做好了 看一下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有食欲 小朋友也非常的喜欢 一次发酵 也能做出蓬松松软的花卷馒头 和面的时候 加一点猪油 做出来的包子馒头 表面会更加的油润光滑 只需要花一点小心事 可以做出各种造型 今天做的两种 你更喜欢哪一种呢 打开里面看一下 它的面子也是非常的细腻 口感就不用我说了 感兴趣的朋友赶紧的试一下吧 感谢观看 我是阿宇 拜拜